不過講到家庭增產問題 我們來看這個香港的這個大家族 提到這個香港的豪門 大家第一個一定會想到李嘉誠 但事實上有一個家族 其實之前是可以跟李嘉誠這個家族 相提並論 那就是郭德勝家族 據說郭德勝家族 他們增產的那個部分也很精彩 對 我們剛才講到長榮的這個增產 是台灣最曲折離奇的故事 那我們講到這個郭德勝 大概也是香港最曲折離奇的故事之一 郭德勝就是這一位 我們講郭德勝他是新鴻基地產的這個創辦人 那事實上在過去香港有所謂的四大家族 就是李嘉誠嘛 然後郭德勝 李兆基還有鄭裕彤 就讓郭德勝一直跟李嘉誠 他們過去一段時間都是 香港首富的這個代表之一 那所以他的這個新鴻基家族 因為他1990年就過世 所以傳給他三個兒子 他三個兒子長子叫郭炳香 然後次子叫郭炳江 然後這個三子叫郭炳蓮 其實名字有點這個意思 叫做鄉江聯 鄉江就是代表這個 這個所謂香港的意思嘛 叫他們三個兄弟要齊力斷金 一定可以贏過這個李嘉誠 就還真的 他們三個兄弟在1990年過世 他這個老爸過世之後 他們三個人接班 那三個人接班的老大郭炳香 擔任主席嘛 所以他們三個人在這個 從1990年1991年 一直到1996年的時候 他們真的聲勢有一度 要追上了這個李嘉誠 變成是香港最有錢的這個家族 但是沒想到呢 在1997年呢 發生了一件 這個轉折就改變了他們整個家族 1997年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這個張子強 就是這個 這個非常綁架李嘉誠的兒子 那個張子強 他綁架之後呢 綁架淑金拿到10億之後 沒想到他還要再策劃 第二次綁架 他就1997年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郭炳香綁架了 那為什麼把郭炳香綁架 他就在郭炳香他可能他已經觀察郭炳香的這個行蹤 觀察了很久之後 趁著他回到家之後 他打開這個車門 準備要下去的時候 他們幾個人就過去 張子強找了很多人過去 把他抓起來 綁綁之後 就把他帶到這個山上去了 那帶到山上去的時候 張子強 聽說張子強對這個郭炳香就說 哎 你趕快回去打個電話回去 說我們要輸金 結果這個郭炳香 他也是那種硬骨頭 他不肯不肯 讓步你知道 結果他們就開始虐待他 把他關在那個小狗籠裡面 然後他整個身體驅成這樣 然後每天在打他 然後就人家吃飯對不對 那人家 郭炳香可是 這個富可敵國 他們就隨便弄個這個 什麼叉燒飯給他吃 然後開水給他吃 所以聽說他被這個虐待了好幾天 那虐待了好幾天 終於受不了了 他說好好 那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 那於是他就打個電話 跟他的老婆 就是李天穎這一位女士 那打電話老婆跟他老婆說 哎我這個被綁架 那趕快要跟這個警匪談判 就一開始哎郭炳香果然是 這個硬骨頭 一開始其實都已經談好了 20億 他就不願意 他說我不要這麼多 後來就用8億 多了幾天8億 然後把他輸掉 輸掉之後 他後來這個張子強 把他載到這個深山 以後把他放走 就這樣 然後因為他被綁架 他被綁架被虐待七天 那虐待他七天裡面 他就有點 我覺得人都會有那種 所謂的創傷症候群 何況他這輩子有吃過苦嗎 不可能 結果他創傷症候群 回到家裡面之後 他開始就有點 聽說他開始就有點 好像這個所謂的神智不清 弄創這種憂鬱症就爆發 那憂鬱症爆發之後 聽說他弄說憂鬱症 嚴重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我們今天在開會 他是老大嘛 他是這個主席 然後在那邊開會開會 講我們準備要怎麼做 怎麼這個房地產 要怎麼佈局 怎麼佈局的時候 問這個主席的意思 哎郭炳香 郭炳香 他呆住 他已經呆掉了 他沒辦法反應 他常常都會 放空 恍生 那就是災後症後群的這個樣子 然後就常常恍生 你跟他講什麼 他就心不在焉這樣子 然後沒有安全感 就常常有人靠近他 就覺得很恐怖 你知道綁架我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就一直 當時都是一直這樣 結果因為他們兄弟就覺得說 這個老大這樣也是怪怪的 但是也不可能把他換掉 但是真的把他換掉 原因是因為後來有一個女人介入了 這個女人叫做這個唐錦欣 這個唐錦欣 你看他這個是他的這個紅粉之級 那事實上唐錦欣 我們不要說他也是非常厲害的人物 他其實是這個香港豪門 他們老爸叫唐犬 他們以前也是香港的豪門之一 而且他還是香港有名的律師 所以他是香港的名人 他也是香港的名人 但是因為他早年跟這個郭炳香 曾經是這個青梅竹馬 那青梅竹馬的時候 他們以前有談過戀愛 但是後來因為老爸就覺得說 我不喜歡這個唐錦欣 所以就沒有跟他有結果 但沒想到因為他這一次 創傷症候群之後呢 他好像就對他以前認識的人 特別是小時候認識的人 他特別的親切 比較有安全感 因為他覺得那些人不會害我 對我們以前就認識他不會害我 所以他常常跟唐錦欣吃飯聊天這樣子 然後常常就被他拍 被香港的剛才當時的狗仔捕捉到說 他們兩個好像在談戀愛這樣的感覺 結果沒想到真的就談戀愛 他就變成他的紅粉之級 然後從2006 07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要把這個唐錦欣弄到他們家門裡面了 就那時候已經鬧著 整個香港都鬧肺癢癢了 那當時他的原配 李天爺也是睜一隻眼逼著 他沒辦法怎麼樣 結果還搞到怎樣 他後來還準備把這個唐錦欣 扶為正攻啊 然後而且還準備說 哎我們新鴻基地產裡面 讓你進來裡面 當任這個高管這樣的職位 因為當時郭炳香是老大嘛 他準備這樣做 結果後來他老媽 這老媽就這一位 就框孝青 框孝青現在是香港最有錢的女人 他的身價高達兩百四十億美金 是非常有錢 美金 香港最有錢的女人 那好那他呢 他當時就說立下一個家規 他說哎我不許不允許 這個因為他這個李天穎 哎人家李天穎 你在這個這個警匪 你被這個歹徒綁架之後 人家出面跟匪徒談判 對是他救你的 對他救你一命 他心心念念自己的丈夫 你現在居然搞一個紅粉之情 那你還要扶正他 那怎麼說得過去 框孝青無論如何都不准 於是他就找了他的三個兒子 就說哎 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郭家有一個家規十一條 十一條裡面的第一條 就是不准郭炳香離婚 那其實說是家規 但是其實是限制郭炳香 再來就是唐景欣不能夠進入 我們郭家的產業 說白了啦 小三別想進來啦 然後還有我們郭家有飯店對不對 你也不能夠進到那個飯店 我們郭家的地景飯店 地院飯店你也不能進來 反正全部都是把他限制住 就不能讓他來就對了 而且甚至不能讓他 在他們關係企業裡面工作 就限制這個限制令之後 你以為這個郭炳香 郭炳香就會屈服 不會他照樣一樣 還是想要把他帶到他們家裡面 取就後來被人家趕走了 後來這個 這個唐景欣就說 那這樣我既然進不去的話 那不如我們創一個公司 結果郭炳香他就在外面 創了另外一個新的公司 就聽說把公司這個財產 轉移了500億港幣轉移到那邊去了 所以事情到這個地方 他媽媽看不過去了 所以你這樣搞的話 你等於是掏空我們公司的這個資產 如果再讓你擔任這個 這個老大的話會很危險 結果2008年的時候 他媽媽就發動一個這個革命 就正式 因為他媽媽股權最多 就等於說拔除郭炳香的這個職位 而且把他從我們家族裡面 他們有一個公益信託基金 把他除名 就把他趕走對不對 講難聽點大衣滅青啦 就把他趕走 而且不能夠分這個遺產 他就走了 他走了你也知道 他一定非常不爽 我的資產我應該分的 為什麼後來變成郭炳香 跟郭炳蓮兩個分 我不爽 就他在外面一直提這個官司 就說你媽媽媽媽你這個禁制令 沒有用啊 這樣一直一直打 但是沒有用 當時因為他媽媽 這個最大的這個債務人 所以最大的這個管理者 所以沒有用 但是後來郭炳香用了一個計 用什麼計 因為他以前在經營這個新鴻基地產 他很知道郭炳江跟郭炳蓮的一些把柄 結果他2012年 他偷偷去跟香港政府告密 所以他們跟這個民政局長 他們有那種這個賄賂之實 把弟弟給賣了 賣了 結果沒有 他兩個弟弟就真的被人家起訴 後來這個郭炳江還入獄 他2014年入獄 所以被抓去關了 對 2019年出獄 就這樣子 你看 因為這樣子他告他 他親自去告密他弟弟 他弟弟因此而吃上勞飯 他吃上勞飯之後 他媽媽還是不願意妥協 後來終於2014年的時候 他媽媽生了一場大病 大病的時候 他們三個兄弟都到他媽媽的前面 這樣子這樣這樣這樣之後 他媽媽終於 後來這個郭炳香也又願意認錯 就說好啦 如果我能夠拿回我原始那一份的話 那我也願意認錯 結果後來就說好 那他媽媽於是就願意把他分一份 他當時郭炳香大概拿了港幣200億 港幣200億乘以4乘以5 大概是八九百億 快要1000億台幣 就他感謝媽媽 然後就離開了這個 他也同同時他也同意 因為他當初去告密 告密他就說 那我不會有更多秘密 出去了 所以後來他老弟才被輕判五年 不然以香港那種賄賂罪 那都是非常重的罪 所以自此來說的話 郭炳香就哎 拿到這個200億港幣之後 就無事一成金就走了嘛 好離開的時候 他就跟這個唐錦馨 兩個人開始過了快樂的日子 但是我剛才講2014年對不對 但是沒想到2018年 但是因為他沒 唐錦馨不能夠加入郭家嘛 所以他沒有名分嘛 但沒想到2018年發生一件事 就是郭炳香他在家裡面的時候 他在家裡面吃完晚飯 然後走到外面的這個庭宴去 要去散步的時候 突然之間昏倒 昏倒之後就送醫 送醫之後被他判定他是中風 而且是腦幹中風 腦幹中風的時候 結果他們家人都趕到了 就是他媽媽還有他的這個老婆 他兒子全部都趕到之後 他們就在家就在醫院裡面 結果唐錦馨也要趕到啊 結果他們唐錦馨當然是不得其門而入 一定的啊 對他就在外面 他就在外面一直苦苦守候 說希望能夠見到郭炳香一面 想要知道他的病情怎麼樣 但他們一家人全部都不讓他見 甚至後來大概他在醫院裡面 待了大概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就死了 因為就死了 那死了之後呢 因為根據他們當初訂的這個條款裡面 他們三兄弟呢 只要任何人過世的時候 這個遺產就歸到家族的基金 再重新再分配 就由這個他媽媽再度重分配 所以後來他這兩百多億港幣 又回到他媽媽的身上 那回到他媽媽的身上 他老婆這一次呢 聽說這一次就分了大概300億港幣 守得雲開見月明了 然後這個唐錦鑫呢 因為他沒有名分 沒有名分 所以他沒有辦法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繼承 而且當初他們開了一個公司 500億都弄出來對不對 但是因為那個資產還是屬於郭炳香所有 不是唐錦鑫所有 所以現在呢他就沒有 就在這個郭炳香過世之後 他們什麼都沒有撈到 什麼都沒有 最近還常常被這個香港的媒體拍到說 他都一個人在這個街頭上面這樣走啦 看電影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因為一個這個唐錦鑫的關係 還有一個綁架案 讓整個香港的第二集團 第二大公司出現一個變化 否則如果真的沒有這些事件來說的話 今天香港的首富到底是郭德勝家族呢 還是李嘉誠家族呢 這其實還未必 未必一定知道 不過這個郭德勝家族裡頭 還好有一個這個 厲害的老媽媽 還能夠把持著